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 那個 我們今年所採購的Adreno的設備 那這個Adreno設備也會放在明年 貓咪杯全國賽的 硬體的競賽當作硬體比賽的材料 那這邊這一套 那目前呢 有給我們檢查過這一套規格的 公司有三家 第一家是KFEDU就是機器人王國 第二家是會手科技MOTO DUNO 然後第三家是 秉倉企業 所以基本上這三家的 設備都會跟這個內容是同樣的規格 同樣的規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 首先 首先呢 这个设备的外包装 它是有保护的塑胶壳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那塑胶壳打开之后 它是两层的包装 那厂商很贴心的 在封面 帮我们留了一个空白 这个空白就 各位未来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会 需要在班级里面写上 比如说编号 电脑教室 那个第几台电脑的编号 或是写上学生的姓名之类的 所以它留了这个大大的空白 然后在背面是服务的公司的 联络方式 然后在里面呢 里面会有这一套设备 所有的 所有的设备的图片 跟名称 然后会按照这个分类的格子把它放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一套在当初 在出规格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想过一些 相关的类似的课程 然后来做相关的配套 那所以我们把它 按照它的常用的属性 去做分类 那感测器就分为数位输入型的 类比输入型 类比输出型 类比输出型 跟韩式库型 这五大类 然后另外在主体的部分 有包括 Adreno Uno的主板 拨充板 还有相关的USB线 包含那个绑线材的魔术带 还有感测器常用的杜邦 杜邦头的彩色排线 跟母头要变公头的时候呢 就会需要用到长排针 或者要延长杜邦线的时候 都很方便使用 那这是 所以将来小朋友在做分类 在收集的时候也会挺方便的 就按照这个格子的样子去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数位输入的部分 数位输入的部分呢 我们有这五个套件 那首先是三个按钮 一般来讲 数位输入型像按钮 极限开关 这一类都滚珠开关 磁性或磁性模组 这几个都是属于数位输入型的 所以它进来的讯号就是两种而已 不是1就是0 然后在类比输入型 类比输入型呢 这边有 这个是土地的 土壤湿度模组 然后这个是光 光线感测器 然后在 这个带子里面 各位看得清楚 这个是红外线 红外线避障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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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厂商没有 这个盒子放下去的话 如果放在这一格 它应该会 盒子会凸起来 所以厂商把它放在 放在这一格 所以小便有分量 就是要 揉揉一下 所以这个是属于类比输入型的 也就是说它进来的讯号 它是一个连续型的讯号 可能是0到1023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 右手边这一边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有三个单色的 单色的LED 那我们就挑 这是比较大Size的 看起来 跟做实验做起来 比较有感觉 然后另外这一个呢 是 红绿灯 红绿灯的模组 好 另外还有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 那继电器它可以连接就是 其他的回路 可以控制其他的回路 也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 40pin的杜邦线 会有三排 有三排可以让你运用 那我们在学校 如果你 老师经常要教学的话 我们会 会建议做一点颜色管理 就是同样颜色的 比如说这三条都把它撕下来 那 这一个40pin里面 就会有四条这种 中红矩的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当做GVS 让学生去养成习惯 以后在接线的时候 只要遇到3pin的GVS 就用这三个颜色 那就不会接错 就是有关于色彩管理 三条教学的部分 然后这个 长排针它是可以拆的 可以用斜口钱把它剪掉 那 如果你接脚是固定的 如果你的接脚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 像这个三个一拼 三个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那接脚如果是固定的 我们就把它插上去 那如果是非固定的 假设它还要调整GVS的位置 那我们就单只脚个别把它剪开 这样就会变成一个3pin的 一个公插座 本来母座就会变成公座 那你用来延长线路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消耗品 都属于消耗品 那另外一边 另外主体的部分呢 这边 这边 中间这一格 是类比输出型的 那这个是RGB LED 那因为找不到那个比较大颗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小颗的 然后 通常来讲 LED 可以当数位输出 也可以当类比输出 所以刚刚那边也是一样 LED是双用的 通常 那另外会有这个叫做电晶体模组 那电晶体模组呢 它是控制 直流电 控制功率 出力大小用的 所以这是属于类比型的 那像这个 91 9110 9110 这个也是控制马达 直流电控制马达 比较小功率的部分 然后这里会有两个 N20的马达 这里面是金属齿纹的 比较耐用 比那个TT马达黄色那种 耐用多了 那这个是用来 用这个可以来连接 然后有电油外部来提供 因为马达通常会比较需要大电 那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是处于韩式库型的 所谓韩式库型就是说 呃 程式 我们的Squatch的积木程式 它 会 会需要 就是在控制这些元件的时候 它会需要把相关转换的数据 公式什么 写在韩式库里面去做转换 所以 所以像这个是属于输出的 这个无缘蜂蜜器 那它就可以 决定说你要输出的音高 是 什么高音Do 还是低音Doremi 就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 然后这个是 舵机 舵机就可以旋转0到180度 的任意的角度 指定任意的角度 那这个都需要韩式库水的输出 那这个是 2812的灯条 2812灯条 它有很多种 有直的 有圆的 有矩阵型的 有 有软带型的 都 都 然后它电压很多种 那我们这种是五福特可以用的 那 特别挑12个灯的是 也方便各位做那个 类似时钟的专案 或是放在手掌的中心 当作你是钢铁人 好 然后这个是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因为它数据进来就直接 在积木上面显示的 就会是 正确的温度跟湿度 就不需要再特别做转换 那这个是超音波 超音波 然后另外这两个 这一个是MAX7219 点阵 点阵的LED 所以它这个 矩阵的LED 矩阵的LED 那它可以串联 可以并联 所以你可以 可以几个连在一起 把它变成一个 长条型的 或是一个更大的矩阵 那这一个 这一个是 液晶 液晶 1602 液晶的显示器 那它有I2C的界面 I2C的界面 那这个是 属于韩式库型的 零件 那接下来这一边 另外一边 就是你的 主板跟扩充板 那主板它这边是 采用 这一家是采用科艺的 那基本上 它只要是UNO 只要是UNO 用起来都一样 不管你是 去买 那个意大利原厂 很贵的 还是对按 淘宝掏的 那不管有厂牌 没厂牌 其实用起来都差不多 用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 我们这一次的规格里面 这一个是有 FG认证的 有相关认证的 所以品质应该会稍微 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是 扩充板 这个是扩充板 就是直接跨在上面 通常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 会习惯把它直接 跨上去 把它接上去之后 就不会再拆下来 就很少再拆下来 教学用 那如果做作品 就不一定会用到 然后 一条USB线 这USB线呢 最好是超过 超过 超过一尺 最好超过一尺 不然 有的学校电脑教室 在桌子 那个电脑在桌子底下 那你要操作 就会很困难 所以线不要太短 然后 这个是 束线带 用来给我们 收USB线 跟 跟那个杜邦排线用 好 那所以 这个是 我们这一次花莲 自己买的 一个套件 Arduino的相关套件 那这也会是 我们 明年用在 提供给 全国赛 提供给全国赛的 比赛的硬体套件 提供给全国比赛的硬体套件 那 各位 有兴趣的话 各位 就可以 开始研究